有很多人说我们的烦恼特别多 怎么样让自己的烦恼去除呢 最重要的就是眼光要看得远 要知道事事无常 虽然你面前有阴影 但是你怎么没想到你背后有阳光呢 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真正的意义就是人活着为了解决困难 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做烦恼的奴隶 用自己心情的汗水来浇灌自己的心灵 解决问题解决困难 烦恼即菩提 有时候人就是在自我陶醉下失败 有的人在自我烦恼当中后退 自己阻拦不了自己的烦恼 所以有时候说不怕别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别人阻挡你能阻挡什么 你自己不投降就没关系 但是很多人就是自己先投降了 因为经不起考验了 永远不要跟人家说我做不了了 我不行了 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是刚刚开始 灵魂需要好好的再改变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感恩 因为当你感恩了 你会有正能量 当你感恩了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么的美好 人生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烦恼 主要在于你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它 没有去帮助它 没有去让它帮助到你 来解决你人生的痛苦和悲伤 所以你不管在人间遇到多大的不幸 首先你解决一切困难的前提 那就是要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无论多么痛苦 多么悲伤 你只要活着 你就有希望 可以把这些事情慢慢地解决 你命都没有了 那你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想活了 那说明他已经被自己所打倒了 所以真正的热爱生命就是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就应该开悟 热爱生活的人就应该懂得什么叫觉悟 热爱生活的人应该懂得这个世界充满的温情 所以我们做人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的人生 学佛人心中的世界要光明 我们的人生由自己掌握 珍惜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份缘分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会遇到一些挫折 当你碰到挫折的时候 仔细看一看 好好想一想 这些是不是临时的 这些能够对你的前途 对你的心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希望你好好的想到 人在这一生不会苦一辈子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苦一阵子 很多人怕吃苦逃避一阵子 却苦了一辈子 在十字路上的选择太多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沉淀 应该学会碰到任何事情 要放下自我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要懂得充满着温情 生活要学会简单一点 做事学会认真一点 思想不要太复杂 人才能看得到人性的光芒 人为什么看到自己的命运 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因为你做事情 没有学会 应该怎么来思考和努力 所以想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一步就是要改变心态 只要心态是正确了 我们的世界就会光明 就会有光芒 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 越来越有友情和爱情 甚过亲情 因为我们有佛情 所以我们有佛情的人 就会充满着自律 就会惜福 珍惜福分 慢慢的等到你什么都懂了 什么都学会了 可能你也会懂得 我们一个人 如果在社会上不进去 就会退步 如果天天为小事 遮住了你的心灵世界 你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要想改变人生 第一步 大家要改变心态 只要心态正确 我们的世界就会光明 人生靠自己动 人生要懂得感恩 人生很多的烦恼 要想一想 无论多么痛苦悲伤 你只要坚持活下去 一定会好起来 真正成功的人生 不在于大小 在于你自己努力去实践 走出自己的路 不管你修得高 修得低 人活着 就是要懂得付出 成功与失败 和你的付出 那是成正比的 你付出越多 你成功的机会越多 你付出越少 你成功的机会越少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爱你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